1955年4月11日晚上,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拿着一份电报,急急忙忙地向主席的卧室走去。 主席,您睡了吗? 我有急事。 叶子龙也顾不上打扰不打扰,一边用力敲着主席卧室的门,一边大声问道。 还没睡,你进来吧。 毛主席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主席,出大事了,您快看看这个。 叶子龙推门而入,还没等主席开口,就急忙说道,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电报递给了毛主席。 看到叶子龙如此的惊慌失措,毛主席猜到一定是出了大事,连忙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只见电报上赫然写着,周总理的专机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坠毁,机上的11名乘客已全部遇难。 看完电报之后,毛主席的神情一下子由原来的平静转为了震惊。 片刻之后,毛主席向叶子龙命令道,快,快给总理发电报,让总理务必按我说的办。 那么,周总理的专机为何会坠毁? 毛主席又进行了怎样的部署呢? 想知道毛主席进行了怎样部署的老铁门请在弹幕打上,想知道,向运筹帷幄的伟人致敬。 1955年4月11日下午6点30分左右,印度尼西亚纳图纳群岛上空传来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然后,一架燃着大火的飞机冒着滚滚浓烟从高空中俯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海里掀起了一阵巨浪。 克什米尔公主号,请回答,请回答,雅加达机场地面控制中心的值班人员不停地呼叫着。 就在刚刚,他们接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求救信息,接到信息后,他们立刻向飞机做了回复,但是任凭他们如何呼叫,对面始终没有回答,而机里传来的只有滋滋作响的杂音。 几分钟之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雷达上消失了,雅加达机场的工作人员顿时感到大事不妙,因为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是前来印度尼西亚参加会议的中国外交人员,其中还有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总理。 机场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刻就将情况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做了汇报,印度尼西亚政府又急忙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国外交部。 当得知周恩来总理并不在这架专机上时,印度尼西亚政府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所有人心中都明白,周总理的专机在这个时候失事绝对不是意外或者巧合,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暗杀。 这一切,还要从亚非会议开始说起。 1955年的1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弥索约代表缅甸、印度、西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国家向中国发出邀请, 请中国派遣外交人员来印度尼西亚参加于4月份举行的亚非会议。 中国外交部高度重视此次邀请,立刻开会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由周总理亲自率领代表团, 确定参会的人员后,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到了外交部的面前,那就是怎么去。 此时的中国虽然也有飞机,但是却没有用于长途飞行的远程飞机,更没有飞往印度尼西亚的航线。 最终,外交部决定租用邻国印度的客机前往印度尼西亚,一番精挑细选后,外交部选中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之所以选中这架飞机,一是因为它容量大,可以搭乘的人数多,二是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一万多小时,从未出过意外,安全性较高。 因此,外交部才选择这架飞机作为周总理出访印尼的专机。 但是,由于国内没有可以停留大型客机的飞机场,所以周总理的专机只能先停在香港的启德机场,等周总理到达香港后再起飞前往印尼。 就在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准备印尼之行时,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 原来,在这年的三月份,我国的情报部门得到了一则重要情报,那就是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趁周总理出访印尼之际趁机谋杀他,并且已经开始准备。 这时,代表团中有人劝说周总理,让他为了安全,放弃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 周总理没有听从身边人的劝告,反而十分坚定地说道,这次会议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友好交流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也不会放弃,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我不怕牺牲,你们也不要怕。 在周总理的坚定态度下,代表团的成员们个个鼓足了气,决定如期前往印尼。 而另一边,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仁凤正在他的办公室内策划着一场惊天的阴谋。 他奉奖届时的命令,要趁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的时机除掉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要破坏亚非会议,引发一场重大的外交事故,从而引起国内的骚乱,为他们的反攻大陆创造机会。 毛仁凤叫来了自己的下属,将一枚定时炸弹交给了他,要他想办法将这枚炸弹放在周总理乘坐的专机上。 由于我党这边的保卫工作十分严格,一开始,保密局的特务们并没有找到安装炸弹的机会,直到他们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会在4月11日上午在香港启德机场暂停时,这群特务们才终于找到了机会。 1955年3月底,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鞠像往常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周鞠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前几天刚认识的吴先生。 这位吴先生平日里出手阔绰且为人仗义,刚认识没几天就对周鞠嘘寒问暖,还大手一挥帮他还了赌债,这让周鞠感动不已。 只见吴先生走上前来,说是要请他吃饭,周鞠也没多想,就上了吴先生的车,汽车一路急迟,最终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 周鞠见四下无人,疑惑不已,盲问吴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吴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亲热地对他说道,周老弟,我想请你帮个忙。 听到吴先生要自己帮忙,周鞠忙问要帮什么忙。 吴先生微微一笑,道出了实情。 原来,这位吴先生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往香港情报站的高级特务,名叫吴以清。 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人接近周总理的专机,把炸弹安放上去。 一番寻找之后,他看中了在香港启德机场坐地勤清洁工的周鞠。 吴以清之所以看中周鞠,一是因为周鞠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利用这层身份可以很容易地接近飞机,安装炸弹。 二是因为周鞠此人生性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只要用钱就可以很轻易地收买他。 当听说吴先生要他去往周总理的专机上安放炸弹时, 周鞠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转身就要下车逃走。 吴以清见状,一把揪住了他,恶狠狠地问道,你不愿意干。 周鞠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结结巴巴地说道, 吴,吴先生,这活你找别人吧,我真干不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见周鞠如此地不配合,吴以清掏出了怀里的枪,在他面前晃了几下, 缓缓说道,实话告诉你,你要是配合我,把事情办好了, 我就给你六十万港币的酬劳,但要是你不配合, 这枪可是不认人的,好好想想,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周鞠看着吴以清手里的枪,心里害怕极了, 但又想了想,他刚才说的六十万,不仅有些心动, 在吴以清的威逼利诱下,周鞠最终答应了他。 1955年4月7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从北京启程,前往昆明, 原定计划是代表团从昆明出发前往香港, 再从香港启德机场搭乘飞机前往印尼。 但是就在代表团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出现了意外。 原来周总理在不久前刚刚做过篮尾手术, 伤口还未痊愈,周车劳顿之下,现在伤口竟然裂开了。 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周总理只好同意暂时停留在昆明养病, 与此同时,缅甸总理吴努也邀请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 之后再一同前去印尼。 面对吴努总理的盛情邀请,周总理不好拒绝, 但是代表团还要前往印尼,这可怎么办? 思前想后之下,周总理决定兵分两路, 代表团的一部分人仍然前往香港,乘坐专机到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另一部分则由他带领,先去缅甸访问,之后再赶去印尼, 与提前到那里的一部分代表团成员会合。 周总理的这个计划得到了代表团成员的一致支持, 于是,代表团便分为了两部分, 其中的11人继续前往香港,剩下的人和周总理一起。 4月11日上午,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地停在了香港的企乐机场, 代表团成员也按时到达了机场, 此时,距离飞机的起飞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而且又临近中午, 于是,机上的机组人员就顺便去吃了个午饭。 就在机组人员去吃午饭时, 早已等待多时的周居终于抓住了机会, 只见他拎着水桶和毛巾大摇大摆地向飞机走来, 看他穿着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 机场的保安也没有太在意, 以为他只是进行普通的清洁工作, 随口问了他两句就放他进去了。 上了飞机之后, 周居假装打扫卫生, 一路摸进了飞机的行李舱, 在确认四下无人后, 他从水桶里拿出了早已伪装好的定时炸弹, 将它塞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角落里。 做完这一切后, 周居迅速离开了现场。 当机组人员回来时, 他们完全没有察觉到一样, 很快,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就陆陆续续地登机了。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 克什米尔公主号呼啸着驶离了香港起的机场。 远在昆明的周总理在得知专机顺利起飞后, 长述了一口气,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但是, 就在飞机起飞6个小时后, 意外最终还是发生了。 4月11日下午的6点30分, 此时, 飞机已经飞行了6个多小时, 再有一个小时, 飞机就能在雅加达机场降落, 机上的代表团成员们纷纷好奇地围在弦窗边, 透过云层看着下面大大小小的岛屿和蔚蓝色的大海。 就在这时, 一阵爆炸声从飞机的后方传来, 紧接着, 飞机就不受控制地剧烈抖动起来, 不一会儿, 滚滚黑烟开始不断涌进客舱内。 飞机着火了, 有人大喊了一声, 不要慌, 大家不要慌。 即使在这种紧急关头, 代表团的成员们依然想要维护秩序。 与此同时, 飞机的驾驶室内, 机长杰塔和副驾驶员迪克希特正在竭尽全力地控制着飞机,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飞机还是在不断地往下掉。 这时, 机长怀着最后的希望向雅加达机场地面控制中心发去求救信息。 雅加达机场, 雅加达机场, 这里是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出现严重异常情况, 请求援助, 请求援助, 机长不停地对着话筒呼叫。 但是还未等对面回复, 飞机就伴随着熊熊大火在半空中分裂解体, 然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落入海中, 燃烧着的火焰染红了海面。 当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员公颤抖着双手将飞机失事的电报交给周总理时, 周总理的脸憋得通红, 他万万没想到, 国民党特务竟然会这么猖狂,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在飞机上动手脚, 更没想到在如此小心翼翼地安排下, 飞机最终还是失事了。 愤怒与自责充满了周总理的内心, 他愤怒于国民党特务的胆大妄为, 自责于自己没能照顾好代表团的成员们, 他们还那么年轻都还是孩子, 就这么没了。 周总理红着眼眶哽咽着说道, 总理, 您不要太自责了, 这不是您的错, 他们走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但是您也要保重身体。 卫士长成员公带着哭腔劝道, 就在这时, 有人送来了一封从北京发来的电报, 看着电报上的恩来同志清悦的字样, 周总理知道, 这一定是毛主席发来的, 毛主席也知道专机坠毁的事了。 打开电报, 果不其然, 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长长的一段话, 毛主席在电报中很详细地交代道, 要周总理立刻与印度航空公司联系, 重新包用一架飞机, 直飞缅甸首都仰光, 同时再放出假消息, 说自己暂时不会离开昆明, 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 骗过国民党的特务们顺利地到达仰光, 然后再从仰光秘密前往印度尼西亚。 就这样, 在毛主席的精心部署下, 周总理一行人于4月14日顺利到达缅甸的仰光, 并于两天后安全抵达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4月18日, 周总理如期出现在了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 周总理的顺利参会不仅挫败了国民党特务们的阴谋, 更促进了我国和亚非拉国家的之间的友好交流, 对我国的外交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5年4月24日, 亚非会议顺利闭幕, 当周总理踏上回程的飞机时, 他的心情无比沉重, 他始终牵挂着那些牺牲的同志们。 代表团回国之后, 外交部维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牺牲的11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他们的骨灰以劣势的待遇被安葬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共中央还特意为他们修建了高大精美的纪念碑, 周总理亲自为纪念碑提词, 以纪念这些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们。 时至今日, 每逢纪念日时, 英雄们的墓前总是摆满了鲜花。 如今, 我国的外交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 可以说是朋友变天下, 但是, 人民始终不曾忘记六十多年前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们, 没有他们的奉献与牺牲, 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外交的蓬勃发展, 人民会永远铭记他们, 他们的名字也将永仔史册, 永垂不朽。